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 佛教界读诵金刚经的人最多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平民百姓 只要是信佛的人 绝大多数都诵金刚经 那么如何修持金刚经呢 下面人大法师将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位金刚经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波乐传 佛说《弥陀经》里面讲到 不可以少善根辅得因缘得生极波 不可以少善根辅得因缘得生极波 就是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 要具备三个条件 善根辅得因缘 这是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那么宋经安经呢 可以说是善根深厚 金刚经里面讲到 入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世界修复者 于此张具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当之世人 不于一佛二佛三思五佛 而重善根 予于无量千万佛所重固善根 也就是说 寿式金刚经的人 善根太大了 虎世节以来 不是于一佛二佛三思五佛 而重善根 而是于无量千万亿佛 重住善根的 那么这种辅得多大了 太大太大了 酸素比喻都计算不出来的 无法比喻的 第二呢 宋经安经 它辅得殊胜 经安经里面讲到 虚佛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初日分 以横河沙等身不失 中日分 福以横河沙等身不失 后日分 亦以横河沙等身不失 入世 无量百千万亿节 以身不失 若福有人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欺负圣彼 何况书写 受施度诵 为人解说 大家看 如果有人每天三次 以横河沙 那么多的生命来不失的话 不失无量百千万亿节 这种功德多大呀 太大太大了 这种辅得也太大太大了 那么他不失的生命 无量无边 所得的福德 更是无量无边 不可计数 但是呢 这么大 这么多的福德 还没有听闻 《金刚经》的福德大 更不用说 书写受施度诵 为人解说了 所以《宋金刚经》啊 这种功德 这种福德呀 大得很啊 非常非常的大 《金刚经》云 我念过去 无量 我从其节 于然等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万亿 陆游他祝福 细节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若否有人 于后末世 能受施度诵此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 祝福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 乃至算术比喻 所不能及 受施度诺 受施度诵 《金刚经》的功德呀 实在是不可思议 《金刚经》又云呢 虚不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著虚弥山王 入世等七宝具 有人 赤用不失 若人以此 波热波罗蜜经 乃至四季祭等 受施度诵 为他人说 于前辅得 百分不及一 百千万亿分 乃至算术比喻 所不能及 这是《宋金刚经》啊 能够哪怕听闻四句记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德 在宋朝的时候啊 苏州有一个姓朱的晋士 晋士啊 他有一天呢 到虎丘去游玩 听见佛印禅师 正在给大家讲《金刚经》 佛印法师讲到 一切有为法 入梦患泡影 入路亦入殿 应做入世观 这个四句记的时候 这个朱进士啊 心里他非常的高兴 他就想着回家呀 好好度一度《金刚经》 研究研究《金刚经》 他的意理和要义 因为朱进士 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吧 有一天中午啊 他睡午觉 就做梦了 梦见呢 公差夹着五个人 在大街上走 大约走了有二里路的光景 拐到一个胡同里边 再往里走 看见一家门上 挂着个蓝布门帘 这五个人和公差都进去了 这个朱进士啊 也挺好奇 他也跟着一块进去了 结果公差呢 就让那五个人 地上啊 人家家里头 厨房里边放了一桶水 都进到人家厨房去了 地上放了一桶水 公差呢 就让这五个人 喝地上那桶水 五个人喝完水之后 这个朱进士也想喝水 公差就大喝一声 清闻过金刚经的人 不许喝水 哇 他这一听 这一说 朱进士醒了 原来是个梦 梦醒之后啊 因为进士嘛 他就悠哉悠哉 出去散散步 看看 走到大街上溜达溜达 结果一到大街上一走啊 跟他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 他就很好奇 接着跟他梦中的情景啊 根据他梦中的这种情景 他继续往前走 也像他梦中一样 往前走 到了一个小巷 转过近 进了一个小巷 又往前走呢 果然见到这一家门口 还挂着蓝布门帘 跟他梦中情景是一样的 他就撩起帘子来进去了 因为他是进士啊 比较有名望的人 大家都认识他 那家主人呢 就问 哇 进士大人 真是稀客呀 你到我家来 有何贵干呢 有什么事啊 朱进士就问了 他说今天中午 你们家里头 厨房里头发生过什么事啊 那个屋主人就说 哇 进士啊 你真是神人哪 我们家今天中午啊 那个狗啊 生了六个小狗仔 其中有一个生下来就死了 还有五个活的 哇 这个朱进士一听 冒了一身冷汗 为什么 多亏他没喝那个水啊 如果喝了个水 不也变成小狗仔了吗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此以后 这个朱进士官也不做了 回到家老老实实地送金刚经 发愿 往生 这是在宋朝发生的事情 专门送持金刚经 说明送持金刚经啊 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殊胜 因为他只是听了一句 四句记 都有这么大殊胜的事情 不然的话 那就剁成畜道了 变成狗仔了 很危险的事情 朱进士近听闻的金刚经四句记 就免遭一场做狗仔的灾难 可见金刚经多么的殊胜 另外呢 宋金刚经 它也因缘具足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 因缘具足 坚持宋金刚经 回向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因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日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诸圣众 他们来接引 这是缘 那么 受持杜颂金刚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善根辅德因缘 这个三个条件都具备 所以说 金刚经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智慧之周 是般若传 有些人呢 误会 认为只有念 阿弥陀佛圣号 或者说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鸿明 四字鸿明 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实际不全面 诵金刚经 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受持读诵金刚经 具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善根 福德 因缘 所以说 金刚经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智慧之周 是波热传 人生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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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是很久以前 这个美国的行业巨子 沈家珍博士 他们生意做得很大呀 叫船王啊 沈家珍博士 他的太太 叫居和如 居和如一生 赤诵金刚经 非常虔诚 非常认真 也是每天不辣的 都要念金刚经 后来居和如啊 年纪大了以后 得了骨癌 大家知道 这骨癌啊 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病 在骨头里长癌症 非常痛苦 但是居和如呢 因为他赤诵金刚经 并不感到怎么痛苦 在他临命中那几天 连阵痛药都不需要吃了 不感到疼痛 居和如往生之后啊 过了几天 沈家珍博士 亲自给居和如 换衣服 在穿衣服的时候 居和如 就像睡着了一样 胳膊和腿呀 都非常的柔软 一点都不僵硬 而且面目 也不是那种惨白 就像一个人睡着了一样 那么安详 证明居和如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因为阴光大师 作为净土宗啊 第十三代祖师 阴光大师 也曾经讲过一个 听文金刚经 自在往生的事例 阴光大师讲啊 他说安徽的同城 有个叫马通白的局势 在民国时期啊 是文学大家 住宿甚丰 到了晚年的时候 才知道佛是大圣人 佛教有不可思议之事 从此日诵金刚经 每天念一部 而且呢 还吃诵佛号 以其明心见性 了托生死 马通白的三女儿 叫马君干 很聪明 有文采 但是马君干呢 不信佛 以后马君干得了病 非常的痛苦 这个马通白啊 非常疼他的女儿 这个三女儿 非常喜爱 他的小三女儿 他就给马君干呢 念金刚经 说来也怪 一念金刚经 马君干 马上身上就不疼了 就很好 一当停了 念完了金刚经 停止念了 他又疼痛起来了 马通白啊 疼他的女儿 就彻夜的 给他女儿念金刚经 日以继夜 夜以至继日 不停的念金刚经 因为念金刚经 他女儿就不疼了嘛 不疼痛了嘛 有一天呢 马君干忽然坐起来 从床上 告诉他父亲 可以停止念金刚经了 不用念了 他说我好了 像好人一样 他告诉他父亲 他与金刚经所说的道理 细节悟道 实际上他开悟了 都知道了 都明白了 他想着献大人像 说无声法 说无声法就是 修行的法门啊 出世的法门啊 叫无声法 希望一切 见门经安经的人 都能够 种上善根 而且他谎称啊 他说现在家里头啊 他们在北京啊 租的房子住 比较狭窄 他说这个房子啊 太小了 我住着不舒服 最好啊 给我找一个好意愿 比较舒适宽敞的地方 让我去疗养 因为马同白疼他女儿啊 还有马军干的丈夫啊 也很好 就给在北京的德国医院 租了一间房子 环境很好 很优雅 也很舒适 让马军干呢 到德国医院去疗养 都安顿下来以后 马军干就跟他的父亲和丈夫讲 还有护士 他说你们都出去吧 我累了 想休息休息 结果大家对他很尊重啊 都退出去吧 让他自己休息休息吧 结果呢 这个马军干呢 坐在那里 双手合十 往生了 这是印光大师亲口讲过的一个故事 就说明 这个马军干呢 他听闻金刚经 能够开悟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马军干呢 合掌耳势 这是印光大师讲的故事 宋持金刚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实力很多 往生时锐向频出 不可思议 这些都告诉大家 宋持金刚经 具足殊胜的善根 福德 姻缘 既然金刚经如此殊胜 该如何授致呢 切看下集 颂 乐 餐 气 金刚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